人间烟火气 醉苦烦人心 2022年世界食品广州展 7月21日正式起锅 来自五湖四海的美食大厨 品牌商家倾尽全力 只为讨好每一颗味蕾 展馆中人气最高的要属这一家 大厨们在锅炉前施展记忆 午饭时间远远没到 但观众们早已望眼欲穿 工作人员为记者揭秘了 他们的独特风味 我们公司是一家台式企业 那我们目前做的一些相关的 像台湾卤肉 我们是非常地道的 而且让大家吃的是绝对有 台湾的风味在里面 我们给大家介绍 首先是这款我们的这个台湾香肠 我们的比例是鸡肉和猪肉的混合 它的口感非常的丰富 这款是我们现在在各大外卖平台上 比较创销的产品叫台湾卤肉 据介绍 这家名为真会煮的台资企业 目前已成为大陆预制菜行业的领头羊 专门为超市 航空公司 工厂等提供宴席餐 航空餐 团餐等各类预制餐食 2021年疫情期间 企业还捐赠了40万份防疫爱心餐 总价值逾400万元人民币 而在另一边 与真会煮的现代化流水线截然不同的 则是老台商林庆芳和他的富贵菜 他在大陆打拼30年 尝遍人生百味 事业也曾遇到瓶颈 但他现在却是带着自己的新事业 华丽转型 92年过来投资 也就是说到了2015年 这当中也受到一些瓶颈 经过我们台办 就是说现在对于农业的辅足力度很大 就是说有一个汇龙22条 是不是考虑就转型升级 再增加投资项目来做这个农业 那时候我评估了以后 我感觉这个很好 所以我就从台湾开始引进这个富贵菜 乘着大陆农龄22条措施政策的东风 林庆芳在广州种植富贵菜已有三年 面积超过100亩 富贵也随之而来 目前与他合作的大型饭店超过180家 新事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天时地利 也少不了自己踏实认真的品格 对每一个菜苗 林庆芳都有自己的份寸 所谓达标就是这样 你大概15公分到18公分长 然后一星五月 再来你这个直径 直径要达到3.8到5毫米 所以就达标 这是我们自己定的一个规格 我们自己测试下来 这样吃起来的口感是最好的 展会上的台湾元素还有很多 有家的味道的台湾经典调味料 出自台湾设计师之手的产品设计 以及把台湾风味和广州当地特色 相融合的创意食品 两岸风味在此交融 正会主的大厨周玉政几年前 跟随着老板来到广州 现在已经是公司的研发副总监 回想当初选择来大陆工作的决定 他直言太正确了 从疫情开始到现在 在大陆的感觉 从台湾过来的人反而有争无减 而且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 在大陆的话 它更具有竞争力 机会相对会更多 做30年的这个经验 我看到整个大陆的整个发展 也鼓励台湾的这些青年 到大陆这边来发展 尤其台湾现在也都成立了这个青年会 也都在培育我们下一代的青年 青年们大家加油